今天将为大家介绍八个非常凶狠的精彩杀招 可以说招招追魂夺命,让人防不胜防 初级旗友稍加学习和借鉴,相信你的其力必涨三级 好,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红当头炮,黑野当头炮 红上马,黑方马八进酒 这里前面我们就直接走到分界点 新来的旗友和稍微有疑问的朋友可以不妨借鉴大猎手炮 从前面开局第一个变化进行看起 这样的话,利于你整个系列的掌握 此时红方出局抓炮,黑方平局保住 红上马,黑方也上马 红方出局,黑方也平局牵制 那么走到这个局面,大家就会发现 双方形成的大猎手炮的变化 也是对称的自立阵型 双方也是对攻,非常的精彩激烈 接下来比较走得多的就是红方冲兵 黑方也足久禁忆 此时红方禁局巡河 黑方学的有模有样 同样和你形成对称子力 一模一样的阵型 那么接下来红方跳马打局 黑方只得平局避让 虽说也有可以学习上马打局 但是红方可以闪开之后 黑方还被迫还是要占据 占据六路线 而且黑方会落入后手 此时红方也平局 主要目的意在既 逃开被打的局面 同时也抢夺累到占据先手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前面我们有介绍过 黑方有三个变化 第一是马八进九 第二是居八进一 第三个是足三进一 那么前面两个变化我们都介绍完毕 今天我们继续讲它第三个变化 足三进一 这里主要也是为了防止 既见前面吃亏的经验 防止红方马八进六的话 以马换马中炮 进行对中路采取猛打猛攻 那么这样走不到了之后呢 红方就掉转枪头 马八进七 接下来就进入了今天非常精彩的时刻 那么这里走马八进七 感觉红方案目前来说 没有什么好的进攻手段 实则也是布下了非常精妙的巧妙设局 那么现在啊 黑一方选择马九进八 他的意图很明显 你从我的左翼进攻啊 我也从你的空虚的左翼进攻 那么此时走到这里之后呢 其友们不妨思考一下 新来的朋友啊 把前面的一局啊借鉴一下 红方这周期啊 可谓是破局的关键 红方直接扔一个海底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一步棋呢 现在显然黑一方不能回马吃掉 上面一局啊 我们已经讲过了回马一时的红方 中炮一打 接下来进军堪底是非常凶狠的 而且快速的侧面虎杀法 好那么我们看他不吃炮的变化 那他接下来又该怎么走呢 这里有第二个变化 上马 第三个变化是四六进五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他第二个变化 这里接下来就为大家演绎了 八个非常精彩的变化 以及凶狠的杀招 这里主要意图啊 我吃不了你的话 我接下来可以踩你的三路马 一旦哄放了这个三路马 攻破之后呢 黑一方啊 他反倒可以浸泡打掉中阻 双军以及炮能够下里采取啊 这里施行一个先手强攻 那么如果说红风一旦退马的话 那显然不太合适 那么此时红风又该怎么走呢 这里红风啊就抢夺先手 你不是要吃马吗 我直接气掉 进炮就打掉中阻 这里一将军 同时也是引诱黑一方啊 上马吃炮 那他能不能吃呢 这里我们稍作演变一下 如果说一旦吃掉 接下来两步啊 绝杀 红风禁军 砍掉顶势 这里一将军 借助炮的威力 黑一方只能降武进阴 此时再来一个禁军啊 双聚错绝杀 所以说在这里 红风这一步起啊 可谓说是啊 走得非常的胆大 而且心细 好我们返回来 看看他不能吃的话 那接下来他就要做出应对 他能不能有模有样进行 也抢夺一个空头呢 打掉呢 这个变化古朴没有 我们也为朋友们演变一下 如果说此时你打的话 红风踩马 踩炮 你也能踩炮的话 感觉还是可以的 但是 前面这个杀招啊 相信大家也吸取的经验 因为这样的话 红风踩完之后呢 你是完全是没有上马踩炮这个旗的 而且是红风这个马 还踩着你这个鞠 你踩的话 我这里是有杀 踩着鞠怎么办呢 鞠势必要退吧 感觉退鞠抓炮 这样的话挺不错 既马吃炮 同时鞠也吃炮 而且啊 这里还鞠捉着双 看起来还是可以 但是这里又有非常诡异的杀招 红风完全可以上马 将计就计 这里一将军 你吃炮还是不吃呢 如果说直接吃掉了 红风跳马 卧槽将军的话 此时你只能降武进一 进去绝杀 同样跳到这边 马后炮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比较尴尬了 那么不吃炮的话 你只能适六进武 仅此一步 如果说退马的话 那这样的话 相当于啊 借刀自吻 那么我们可以看 此时红风再次跳马 一将军 大家就会知道 这个局面呢 已经结束战斗了 这里马炮双将 黑风只能动将 那个这个鞠啊 还不能退回去防守 当你平降出来的时候 回马踩了鞠 那显然呢 红风这一步起啊 可谓是非常的高妙 引诱黑风 步步吃灰上当 显重非常精彩的杀招 看来黑风在这里啊 既不能吃炮 又不能进行反击 那该怎么办呢 仅此 四六进武 先捕后下中路 那么此时啊 红风目前来说 虽说啊 濒临沉下 但是黑风啊 他的子力阵型的 防守的比较顽固 红风 居拔进霸 加强火力 逼近下二线 那么现在啊 感觉黑风有上马吃炮 回马吃炮 这里我们首先说明一下 如果说回马吃炮的 红风 进去砍底势啊 就有杀棋 这里前面一个视频呢 我们充分说明了 非常的详细 那么我们就看看 他直接上马踩炮 行不行呢 感觉这部起 既拔掉了你中炮 这里还踩着鞠 接下来还有抽僵的这个起 但是啊 这样一走的话 完全也是啊 疏忽了红风的杀招 红风平居 砍掉中士 那么这里一将军 黑方怎么办呢 试吃不了啊 仅此将务进一 此时再次进去将军 高掉马 这里就演变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 凤凰三点头的杀法 黑方只能退降 再是拘戒炮士 进去砍底势将军 黑方也只能降劲 在拘戒马士 退居啊 就是个绝杀 所以说在这里啊 黑方两个炮都不能吃 那么比较细心的朋友 就会发现 我虽说不能吃你前后炮 但是我可以啊 上马吃马的话 那这里啊 你如果不防的话 我进去砍底势啊 就是一个钓鱼马杀法 那你该怎么办呢 实则这里走完之后呢 红风已经呢 是有精彩的杀招了 如果说称师的话 现在啊 稍微一物战机 我们直接为大家走出来 红风依然是平均砍掉中士 这里一将军 黑方现在如果说回马踩的话 鞠砍底势就是个绝杀 他也仅此降劲六 此时鞠啊 在借助中路炮的优势 禁鞠将军 黑方降六进一 再次禁鞠 加强火力 这里一将军 黑方啊 首先我们说明了 他有三种方式 称师 回马 以及退炮 首先称师是绝杀最快的 因为这里啊 鞠牵制住了 红方的中鞠 可以借助鞭炮 平均啊 底线绝杀 所以说他仅此 比较顽强的 还有回马守住 实际上回马守住啊 依然是面临的绝杀的局面 红方依然可以平均将军 黑方退降吃掉 此时再次禁均一将军 黑方只能降六进一 这就形成了一个马卧中心 必有大烂的精彩杀方 既然前面两个措施啊 都不行 那仅此 炮五退一 进行呢 还强防守 这也进入了今天最为精彩的时刻 那么此时 红方虽说啊 双鞠 马炮 大军压进 但是目前来说 没有杀旗 反观黑方啊 一步进鞠砍士 就是个绝杀 红方四六进五 先捕后一下中路 好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了 黑方就有两个抉择 因为红方的实力太雄厚了 回马踩炮 以及进马踩炮 拔掉你一个进攻的威胁力量 势必可行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马踩炮的变化 此时这里吃完装炮 还回踩着红方的鞠啊 那么现在红方该如何应对呢 那么我们直接为大家走出来 红方直接跳马 这里借助鞠以及老将卡住双向 直接马跳到这里 那么现在呀 接下来 黑方还不得不仔细防守一下 如果说退鞠吃马的话 看起来这步骑很不错 实则立刻会被绝杀 红方可以采取平均一将军 黑方只能退降吃掉 那么好了相信细先的朋友就会发现问题 此时红方禁决砍尸 就是个绝杀 黑方老将只能进了 因为他这里不能退炮挡枪啊 正好红方这个马呀 把黑方这个炮啊 给牢牢的吸住了 黑方只能降六进一 再次倒挂金钩 绝杀无解 黑方在这里也不得不防守底线 只能平炮 即缩小红马的活动范围 同时也是守住底线 接下来红方退炮 针对双举平均砍中炮 就是个绝杀 黑方也没有办法 仅此炮六进一 主要是为老将上三楼腾出一条道路 但是这样一走的话 红方这个马呀 就放开了 回马一将军 黑方只能呢 降六进一 此时红方退居 再次一将军 黑方如果说退炮的 进炮的话 平均绝杀 他也只好选择飞向 此时再来一个进炮 接下来走到这里啊 黑方也只能缴穴投降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 红方该如何杀起呢 感觉底线守住了 中路有双向以及防守了 那么黑方看起来能够进鞠来抓马 实则国婆走的是鞠八进次 但这都是比较勉强 那么我这两个变化实则是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黑 红方如何杀起 此时红方品居一将军 看看旗友们 你这一步请能够看得出来吗 那么黑方他现在要么退炮打掉 要么平炮挡枪 首先我们看退炮打掉 红方品居吃相 绝杀无解 正好这个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高调 高调马结合侧面虎的阵型杀法 那么可能有朋友肯定不服 我这里就不打你 我平炮 这里结成担子炮 不就防守稳固了吗 但是红方依然是退居吃炮 借助马士 黑方也只能浸炮打掉 此时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老将被卡得死死的 平居依然是绝杀无解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杀招精彩呢 如果说觉得不错 欢迎评论区来个666双击点赞 看来黑方在这里是不能吃红方的中炮 那么还有第二个变化 退马吃掉底炮 对不起啊 感觉也很不错 但是红方依然是顾忌重施 这里一跳马 接下来双距品居砍炮就有绝杀 看起来黑方可以退居 这里针对红方马进行进攻 实则红方依然有强行的手段 平居一将军 黑方只能退市 吃掉 此时退居吃市 这里再一将军 黑方只能退降 再来一将军 居码炮三子从中路进攻 顽强阵行 而且灵活多变 黑方只能降六进一 平居倒挂金钩 依然是绝杀无解 既然不能退居防守的话 黑方在这里做了最后的顽强抵抗 马二进三回马的话 这一步起可谓是非常的顽强 一招三用 既马互助的抵势 同时互助中炮还踩着红方的中炮 那么接下来红方又该如何行起呢 此时红方二话不说 直接打掉黑方的中炮 因为这里打完之后呢 马踩着鞠啊 你还来不及吃我们的 吃我们的子力 黑方也只好选择退居 这里既有鞠翅马 还有炮打马 同时在这里进行一个防守 此时红方就来了一个再次 巧射陷阱 吊马离山 实行一个苦肉计 如果说黑一方上马 吃掉到红方退一破 就是个双击错绝杀 那他也没有办法啊 他能不能回马吃炮呢 这里如果说吃掉的话 红方进军砍底势 接下来抄底线 进入绝杀 他比较顽强的就只能称是吃掉 因为你不吃的话 我同样是退炮 将来还是有非常厉害的杀法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红方上马吃掉 这里吃完黑方既不敢用炮打 还不能用鞠翅马 因为始终啊 双击夺中士 就是个绝杀 黑一方仅此平均 既守住中路 同时为老将上三楼 腾开一条逃生 好 那么走到这里 感觉红风啊 目前来说还是进攻不动的 接下来就演变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隐藏杀杠 骑友们不妨暂停下手机 看看这一步骑啊 你能不能想到呢 如果说双击砍士将军的话 这里只是一个对居的交换 显然红方在这里是没有杀起 好 我们不妨为大家走出来 马跳底线 接下来居已抽身闪开的话 就是个绝杀 黑方目前来说老将啊 只能降六进一 此时红方弃居易将军 这里就展现了一个底线的八脚马的杀法 这里将军黑方仅此退市吃掉 接下来平均抠底 同样是绝杀无几 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八个精彩的杀招 让你毛色顿开呢 如果说觉得不错 欢迎评论区点赞留言666双击评论 非常感谢朋友 感谢观看